国家普查局发表纽约市最新的推算人口 显示纽约市的最新人口数字超过860万人 与上年比较增长0.08% 但较国内其他大城市0.23%的增长率为低 不过若最新数字与10年进行的大型人口普查比较 增长率就达到4.9% 由820万人增加到862万人 当中以中国多名宁加共和国的新移民为主 来自孟加拉的新移民也有上升趋势 至于全市五区人口都有路德增长 当中以布鲁克林的增长速度为高 多了14万人 增长最少的则是史丹顿岛只增加了1万人左右 值得留意的是 全纽约州的8年人口增长有95% 都来自纽约市 州内绝大部分的郡和县都路德人口减少 今次国家普查局发表的数据只是推算数字 当局要等两年后 2020年进行10年一次的大型人口普查 才能得出确切数据 大都会运输局主席罗特强调 纽约市地铁明年加价的计划无变 地铁由2009年至今已经五度加价 不过由于州长库默今年初宣布 计划向驾车进入曼哈顿市中心的车辆 加征入乘费贴补地铁成本 所以外界关注地铁会否因此 煞停每隔一年加价的计划 罗特昨日在董事会上表示 他上星期前往首都Albany 与各方向接触过后 相信明年的加价计划不会有变 据了解由于加征入乘费需要州议会通过 因此目前尚未有定案 会否何时才生效 有董事指出 地铁载客量已经连续两年下跌 反对加价 有乘客表示 地铁虽然隔年加一次价 但服务越来越差 不排除决定考车牌 改为驾驶上罗班 大都会运输局今晚将在石丹顿岛 举行最后一场公众咨询会 就巴士改道缩减车站的计划 收集居民意见 当局今个月初宣布 石丹顿岛的巴士路线将计划改道 减少停站数目 部分乘客需要前往较远的车站才能搭巴士 但行车速度就会加快 令岛上居民可以更快前往市区 另外当局也会增加非繁忙时间 以及星期六日的班次 当局最后一场公众咨询会 将在今日傍晚6点至晚上9点 与Widdle Brook的美国圣公会 祝圣教堂举行 当局会把收集到的意见 于下个月成交大都会运输局董事会 一并考虑在于5日举行公开听证会 6月举行董事会投票 一旦计划获得通过 就会在今年8月生效 如果想了解更多改道详情 可以浏览网站 www.mta.info.si expressbus 纽约州长参选人著名女星Nixon 昨晚在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 举行首场筹款活动 对前市议长 克奎英攻击她是不合格的 女同性恋者一笑置之 克奎英与Nixon一样 是女性同性恋者 同属民主党 与寻求连任的州长库默关系密切 她2013年曾经参选市长选举 不过不敌白思豪 克奎英近日就是重提 指尼克森当年是白思豪的支持者 没有称自己人 如今却想当州长 质疑她是不合格的女同性恋者 没资格参选 事后克奎英已经道歉 尼克森昨晚在同性恋 平权发源地十枪酒吧举行首场筹款活动 对克奎英的攻击一笑置之 开玩笑指政府没有开设女同性恋事务局 不需要女同性恋口牌 她自然没有女同性恋者的专业资格 她也表示 自己的团队没有人被控三项贪污案明成就 她也清楚明白 大都过运输局从属州政府 单凭这两点已经足以参选 暗访库默把地铁问题推卸给市政府 她的前幕僚博高高 近日也因为收贿被定罪 另外 尼克森也宣称 她目前所得的市民小额捐款 已经超过库默7年来的同类捐款 有信心可以挑战库默 纽约市昨日被暴风雪吹袭 积雪高见14寸 并再次有公屋大规模停暖器 今日放晴后 三个主要机场已经复航 公立学校也已经复课 不过换边驳车就继续暂停 在黄后区和史丹顿岛的鸡雪 昨日厚达13至14寸 在中央公园也录得8寸鸡雪 很多商户及军民在今日停雪后 都加紧清理路面鸡雪 他们都表示 由于此次的鸡雪很湿很重 铲雪时都倍感吃力 风雪也导致昨日有超过2000班航机 需要停飞 三个主要机场今日已经复航 不过仍有400多个航班要取消 机场当局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要了解航班的最新情况 另外 哈林区有3000户公屋单位 在昨日凌晨5点40分左右开始再次停暖器 很多居民都被迫冒着发生火警的危险打开炉火取暖 一名雅买加飞天航空的机舱职员 从雅买加走私可卡因 经肯尼迪国际机场入境美国时被捕 机场昨日表示 被捕人士是雅买加公民 他先把9磅重总值16万美元的可卡因飞成4份 绑在自己的双腿 之后再搭乘自己公司的航机 于过去的星期六从雅买加的蒙特戈贝入境美国 但是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海关发现并扣查 目前已经被联邦当局控以走私毒品罪 优优独播剧场 fantastic